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游哥跨境频道,我是游哥 本期我介绍一个IP购买网站,Lola IP 它现在有充值降价的游会活动 那么为什么要介绍Lola IP呢? 因为它曾经都是比较好的,而且有多个种类的IP IP这方面有动态注射IP,按流量的 还有静态注射IP,包约跟按流量的 以及比较特色的手机流量IP 还有静态机防IP,还有动态机防IP IPv6,抢鞋子的Sneaker IP等等 它支持最多210多个国家 而且最后面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功能 就是它会根据你要做的业务 给你选择可以定制的业务的IP 比如说有一些IP它纯净度也挺高的 但是它比如说做TK,为什么还是零播放呢? 原因就是可能它的IP虽然是比较纯净 但是这个IP之前有人做过Tiktok 所以它就没有那么纯净了 为什么有些看起来纯净度不高的IP 它做Tiktok的播放量又高呢? 原因就是它纯净度不高是因为它做过了其他的业务 但是没有做过Tiktok 这样的话对于你做Tiktok的人来说 它的IP就没有污染 所以纯净度这个事情呢 就是一个比较玄学的东西 但是它有一个专属业务定制功能的IP呢 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好了我们先介绍一下多的IP吧 这是它官网的介绍 有210多个国家和服务器 还有七万八千多个城市 还有IP一亿个 东泰住宅IP 静泰住宅IP 5G跟4G的手机IP 还有东泰集房IP 静泰集房IP IPv6这些 所以就挺全面 然后它也支持 HTTP协议 HTTP-S协议 还有Source 5协议 跟500强公司也合作 像学术研究啊 市场调查 广告验证啊 搜索引擎啊 还有一些做业务的都能用 要搞这个充值降价活动呢 可能是因为要庆祝它那个 融资成功吧 它融资了700万美元 也挺大的 就相比一些小的IP网站来说 有挺大的优势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一些 落了IP的种类了 比如说 动态住宅的IP 按流量的话 经过检测 我发现它这个 动态住宅的IP 按流量是很快的 然后呢 像静态住宅流量啊 手机IP啊 动态机房 静态机房IPv6 IPv6这个我没有测 这些都是中等速度吧 就几十兆吧 嗯 差不多有100兆吧 然后 只有这个静态住宅IP是比较慢的 然后客服跟我说 它要油画一下线路 就是如果你买的话 它可能要跟客服说 要怎样油画线路 它这个速度才会快一些 然后这个 洛拉IP它是主打那个 买多一些 然后 它才有余优惠的 如果是你单买的话 价格是比较高了 但是如果你买够门槛之后呢 它价格可以很全行业最低 也可以呃做到中规中矩 嗯 你充个 一百多 五六百多 这样的话 其实也很划算 也够 你用个一年 或者你跟人拼团 五六个人 这样的话也用得很快 呃 这个还好吧 然后 然后它那个呃 动态的话 它的时长也比较长 有十分钟 呃 半小时到 一个小时这么多 然后然后这里就是我要说的业务特色了 就是 像呃 动态住宅IP跟手机IP 还有动态机房IP 这些动态IP跟那个 呃 手机IP的话 它是有 呃 服务器进行接用加速的 比如说你在中国啊 美国啊还有新加坡这三个 地方 大概就覆盖了呃 全球大部分的那个线路了就 比你买其他的IP的话 它没有加速的话就 快很多啊 就如果你按地理位置来看的话 线路呃最起码也快个三倍吧 然后就是 呃 我刚才提到的专属业务 标记 功能 就是你 做tiktok的话 他会专门让你选tiktok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这个纯净度是没问题 因为 市面上的一些检测纯净度的那些网站 他是看那种很宽泛的概念 他不是说而针对业务来检测你这个IP是不是纯净的 但是这个IP功能有的选 比如说你呃选择了一个 tiktok任务 那么tiktok下面的IP就是比较纯净的 大概是6个月 以内 他是没有做过tiktok任务的 这样就能保持纯净 你像买其他IP 你像买其他网站的IP他没有这个设置的话就不知道 这个IP 看上去纯净但是 可能他 这两三个月内他是已经做了tiktok业务的 像抖音啊shopify啊 亚马逊啊 这些都同理 像静态住 在按流量的话 他的代理就暂时只有这5个 但是如果是静态住宅包月跟静态集团包月的话 他就有20多个 代理的选项 涵盖色媒 油管 paypal 奈飞 币安 什么推特啊 ins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然后这个IP类型 除了这两个 机房的IP是hosting之外 其他的都是ISP 动态住宅的话他 有一些是单 有一些是双ISP 到时候反正你按流量来使用的话 到时候你挑一个换嘛 最好是双ISP这样子 如果他 不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他就要买 多一些 才有比较好的优惠 这里就 介绍一下 罗勒IP的注册 还有特色业务跟使用 还有这些属性 纯净度 还有数率的检测 首先是注册 注册这里就比较简单 用我这个链接 登录上这个网站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 就跳转到这个界面 然后点击这个 在这里注册之后呢 就会 跳转到这个界面 那么跳转到这个界面 你姓名 密码 确认密码 然后手机号码的话 你填 虚拟号 然后邮箱 然后邮箱验证码 这手机你也可以填国内的都可以 然后注册就行了 然后注册完之后呢 他就会跳转到这个界面里面 首先是概数 就会 显示这里有多少个IP啊 住宅IP 手机IP 机发IP 还有IPv6这些都挺多的 然后 这里有国家数量 挺齐全的 还 要是你觉得 不够的话还可以一直翻一直翻 反正有200多个国家吧 然后 这里是在线充值 你想买的话 呃 在这里选择在线充值 充的 越多就 越便宜 反正这样子 就现在还有优惠 然后 呃 这里就是一些像 住宅IP 动态 晶态 按流量包月 手机IP 机发IP IPv6 像sneak IP就是抢鞋子的 然后这里有使用说明 这里有 技术支持 就是相当于客服吧 然后这里是你的一些订单 还有这个工具箱 就是检测你的IP 跟 国家代码 这些 小工具吧 还有你这个网站 支持IPv6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动态住宅IP 这项功能吧 嗯 你这里可以选择国家 呃 州还有城市 还有协议 呃 然后你这里接入点可以选择中国 新加坡 美国 这接入点就是选择 跟你距离最近的 服务器 比如说你离中国标记你就选中国 比如说你离美国标记你就选个美国 然后这里10 到90分钟最长 选完之后呢 点击这里生成代理信息 就会 给到你像一些IP地址啊 端口啊 帐号密码的一些数据 之前我有 呃介绍 怎样使用住宅 IP 就是你选择你的指纹流量器 这里我选择Hub Studio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选择新建 然后滑到这个 呃 视频有讲过 大家可以看我往期的视频 我这里就不 呃一一掩饰了 那么呃 时间的关系呢 呃我 把每一样的那个IP 我都 呃 环境我都建好了 呃这里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动态 住宅IP吧 我们先打开他 然后我们之前的那些网站没有关 他重新打开的话 他就会自动 呃把这些网页进行加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IP的信息吧 往下凡是 双ISP类型的 证明他就是确实是呃住宅IP 而且 呃 双ISP是比较好的IP 然后我们测一下他的速度吧 然后我们这里用 Test来测一下 呃他的速度还可以的有100多兆 呃如果你的那个接入点 设置的更好一点的话 他可能还会更高 然后我们测一下 他的纯净度吧 然后我们 搜Scanmatics 来测一下他的纯净度吧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IP给粘过去 然后搜索一下 可以看到他的纯净度是21 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那个 静态 住宅IP 功能 这里就是我所提到的 呃 他有目标 业务功能 比如说 抖音 TikTok SOP 还有 亚马逊 比如说你做TikTok的话 你选择这个 那么他 呃 买完的节点呢 就是 对于TikTok来说是纯净的 像你用那个 纯净度检测的话 他不一定是对TikTok来说纯净的 他只是说 呃总体上是不是纯净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IP类型有 独享跟共享 共享的话你可能就是呃跟其他不是用TikTok的人 呃 一个IP 呃我猜是这样子啊 呃这样的话 呃 那你的那个IP包月费用也会便宜一些 但是你的流量不会便宜 这样的话 他就能对每个IP都能做到最大 程度的优化吗 就你一个IP 可以给三个 人用或者不超过三个人用一个做TikTok 一个做亚马逊 然后一个做抖音这样子 然后呢 呃 IP也是纯净的 这里可以点选购买 购买完成之后呢 在这个订单列表下就有你的IP 的端口 地址 账号 还有密码 同样的呃在hub studio里面配置好之后 打开就能够使用了 呃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已经配置好了 我直接打开吧 同样的 呃 他studio 呃 关闭再重新打开 他会把以前的那个页面重新再加载一遍 这里我把这些 呃网站都加载号后 看一下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吧 这个IP 没有办法 访问 因为这个IP 管理员跟我说 呃就是 这些IP 呃用IP info检测速度 过多了 他们 IPinfo 把网址 给屏蔽了 所以只能用IP1234了 这里 呃 可以 查一下 纯净度 可以看到他的欺诈评分是7 也就是说是很干净的 然后IP查询 可以看到他是住宅IP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梯子节点里面 打开IPinfo网站 把这个 刚买下来的惊态住宅IP 呃搜索一下 看他是不是双ISP 呃确实是双ISP的 然后我们再跑一下速度 呃经过跑完之后 他的 下载是68兆的带宽 上传也61兆 呃速度也挺可以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去测 呃其他的 IP吧 像这个惊态住宅IP包月 他支持 TikTok啊 Ins啊 Facebook 电报 谷歌 WhatsApp 推特 油管 Discord 微信 Reddit老鼠台 还有 李英 币安 Coinlix Paypal 奈飞 以及其他 应用等20多个 代理的那个特色业务 然后他的IP也是独向的 然后后面会跟进你买的条数 的多少 打个五到八折的样子 然后因为这个静态就是IP包月要找 客服去专门优化线路设置 我这里就不掩饰了 呃 就有什么问题的话买之前去 执行一下客服吧 没有 优化的这个线路的话 是比较慢的 然后这个是海外手机IP 海外手机IP的话 也是 可以选国家 然后IP时长只有10分钟 也是可以接入中国新加坡美国 随便选一个的接入点 但是他 IP相对来说就比较贵一些 EGB 7美金到21美金吧 同样的是在这里生成完大理信息之后呢 在Hub Studio那里配置 或者其他指纹器那里配置 呃因为时间关系我已经配好了 我直接在这里打开 好了 这边我们打开了一个海外手机的IP 这里同样的是因为这个IP段频繁检测IPinfo 所以IPinfo 这个网站 就把这个 IP段屏蔽掉了 我们把这个IP 指在自己的梯子里面 去查它的IP类型和IP信息 这里我们打开IPinfo 然后看一下它的信息 同样IP类型都是双ISP 然后我们在 运营商这个字段里面可以看到是T-Mobile 然后它是有MCC跟MNC的号码的 证明它是一个移动 卡的那个流量IP 然后公司也可以看到是T-Mobile公司 那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速度吧 好这边我们检测完成可以看到 它的下行有109兆 上行有61兆 这个手机流量IP也挺好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IP权重查询 这里 欺诈 评分是17 也是很纯净的一个IP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激发IP了 激发IP对那种高匿名的业务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要求 想要那种很高匿名的 就需要住在IP才可以 这里同样有新加坡跟美国 这两个节点 然后它那个 价格是在0.4元到1.3美元 每G的流量 这里我们也跑一下吧 打开动态激发IP 然后我们这里找一下IP info的信息 可以看到它 这里两个都是hosting 确实是激发IP 没有错 然后我们找一下 IP 234这个信息 看一下它的 纯净度 它的纯净度 欺诈评分只有4 也是相当的纯净 这里我们再给它测一下数吧 嗯 这边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速度 下行是100兆 然后上传是61兆 也是挺快的 好了这个 动态 激发IP 我们就检测到这里了 然后是静态的那个 激发IP 这里同样的是有 20多个代理 然后如果是你对那个 IP要求不那么看重 然后又想运营这些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 然后它这个是7美元 一个月 一个月 然后呃如果有打值的话 最低可以 达到5折 甚至更低 这里 时长的话有 5天30天90天180天和一年 嗯 它这里如果你是买一年的话 即便你买一条的话 呃 也只是5美元左右 如果是你想要搞一些特定国家 然后特定 的一些业务的话 你买它就比较合适 然后它这个节点是 独享的 那么呃 就 如果是你不强求住在IP 比如说 TK运营的话 它也不一定要呃 住在IP 它独享的IP 也可以够用了 然后你搞一条的话 也很合适 如果你这里再充多一点钱的话 就更便宜了 嗯 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些业务吧 像 TK INS Facebook 这些都是很经典的社媒跟短视频运营 还有电报 呃就是 也是社媒 WhatsApp 谷歌代理就是你搞那些 呃注册业务 比如说注册GV的话我就没有试过 不过应该也有优势吧 呃如果是手机卡或者是一些 10 提卡 呃去注册的话呃大概率都是可以成功的 还可以运营一下油管啊 呃推特啊 呃像币安 Coinlist这些 加密货币也有 领英 老鼠台 还有看奈飞和paypal 啊discord社区还有其他用途 然后你选相应的应用的话 就可以保证 呃七炸分数低 然后对应的业务也是 很纯净的 呃这里我们打开 静态机房看一下吧 嗯这里我们用IPinfo来查一下它的信息 可以看到它是hosting 下面是business的 一个呃机房IP的类型 好处就是它是独享的IP 然后我们再查一下 呃它的权重也就是纯净度吧 呃可以看到它的欺诈评分是21 就是绿色也是很纯净的 这里呃是机房IP 就不用说了 因为 这个机房IP所以才便宜嘛 然后我们这里呃对它进行测一下速吧 等它跑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速度 呃下行是11兆 然后上行是9兆 呃这个也比 较合理的因为就是没有优化嘛 而且静态的一般 速度都是比较慢一些 呃需要你到时候做一些 中转加速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这个海外IP了 海外IP的话就是这样的 它做的一些业务的话 要支持IPv6 呃才能够使用的 然后呢 它是包月的 然后呢 就 嗯 价格是在10美元到5美元左右 当然也有呃7天 60天90天这样子 这里搜它的对应业务 比如说亚马逊 检测一下IPv6 值不支持 呃这个是支持的 但是像TikTok 它就不支持了 然后Facebook也是支持 呃 油管也是支持的 像 Shopify 然后我们看一下Shopify 值不支持 呃也是不支持的 然后 IOS 支持的 呃这个也是会便宜些 但是要5条起买 它这个也是独享的一个静态的IP 呃你可以在这里搜一下你相关的业务 值不支持 如果支持的话就可以购买 如果不支持的话 就不要买 像TikTok这些 不支持的就不要买 还有这个海外SneakerIP词 呃就是那种 币圈抢鞋子那些业务吧 啊以上的 关于Loyal IP的注册 特色业务 呃的介绍 还有使用 它的属性 沉浸度 树立 我就呃 介绍完了 也评测完了 然后这里我说一下它这个 活动吧 就是 呃他们的客服跟我说了就是 呃凡是本频道的粉丝 通过我的我的链接去充值注册的话 呃都会长期有的这个优惠 像这个 动态 晶态IP 最低可以做到 2 2.2美元 呃你充值600美元的话 呃单价是 5.5美元 然后 呃充值 个5000的话 单价是2.2美元 就充得越多越便宜 呃在网上的话还会更便宜一些 像600美元的话 呃一般 一些网站都要买5条到10条 然后呃 如果是一个月50美元的话 一年 600 也刚好 如果你要买个两三年的话 呃一个人用也够了 况且有一些那个 比较好 又便宜的那个IP 像这个 呃动态机房和静态机房IP 像这个是独享的 做那个 TK啊 呃做 TK啊油管这些业务都非常好用的 而且他还有一个业务特色 就是 嗯 专门针对你这个业务 分发IP 如果IP他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 单码会比较贵 然后 呃批量买 买多一点才会有优惠 这样子 然后他的那个晶态就在IP需要 找客服去专门定制优化线路 总体来说是比一个 功能强大 然后纯净度也比较高的一个IP购买的地方吧 然后这个静态就在IP 呃反正我用 Google file 呃注册成功Google voice了 然后怎么用Google file去注册成功Google voice的话 可以看我往期的视频 呃 链接会贴在视频右上角和视频下方描述栏里面了 对了这个 不单 只是 动态IP是这样的优惠 然后静态的IP 呃按流量的都是这样的优惠 然后 其他的IP就是多买多送了最高 呃可以到五折吧 五折的话这个静态激发IP每个月就是3.5美元 然后 动态激发IP IP的话就是0.4美元 然后你包年的话就会更便宜 像这些 就是 用的 酒买的酒买的多就会更便宜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 Rollor IP的那个 检测 使用的一些感受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可以点击我视频右下角或者视频下方小铃铛 进行订阅也可以多 点赞 和 评论收藏 或者 来我的电报群 一起交流 那么下期再见